较真还是认真 罗志祥正面回应不识传闻 不要再喝爆料了 我没有女朋友 小猪罗志祥终于忍不住了 昨天在第十章专辑狮子吼的预告会上 小猪透过三米糕的狮吼激怒吼 要外界不要再乱爆他的料 原来最近也有媒体说 小猪飞到上海密会正在拍摄 逃女郎的李玉芬 让小猪很头痛 就觉得有一些新闻会让我觉得 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状态 就是你没有图没有证据 你就可以随便去爆个料 然后就让一则新闻出来 其实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它更火大 曾经挑战爆纹装成功的小猪 这一次在新专辑尝试狮子造型 但是造型一曝光又被网友说是抄袭 甚至还指名就是抄袭韩团BeatBong的主唱GDragon 这可让小猪有点苦笑不得 不懂为何用心总会被扭曲 我们的团队是非常用心去做很多事情的 因为你讲这两个字抄袭 其实已经去掉我们所有的努力的这一块 那狮子它本来就是金色的 然后它是绿色的 那我是以狮子为主题 当然就是金色 对不对 那我就觉得 不要这么去让别人觉得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输别人的 话说过去小猪在韩国拍广告时 曾巧遇这位被抄袭的GDragon本人 两人的美国舞蹈老师是同一人 现在被说造型相似 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那三天综合报道